中国自主研制的HH-100商用无人运输机12号在陕西完成了首次飞行试验 HH-100商用无人运输机当天上午在飞行35公里之后平稳降落 整个飞行试验过程中飞机的各系统设备工作正常 首飞获得圆满成功 标志着这型无人机从地面试验阶段转入科研试飞阶段 HH-100航空商用无人运输机由中国航空工业集团自主研发 具有成本低 吨位大 商债高的特点 主要应用场景是支线物流 同时可以扩展森林草原灭火 火灾监测 救援物资运输和投送 中继通信与人工增与等应用场景